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 由我国自主设计实施的 海上第一深井正式投产 中国海油N平油田 超深大位移井 位于深圳西南方 约200公里的海域 平均水深86米 测试日产原油超过700吨 这口井钻井深度达9508米 与平常垂直深井有所不同 这口井的垂直深度只有2000米左右 但是在海底地下的水平方向 继续钻进了8689米 不仅创造了我国海上最深钻井记录 同时也刷新了 我国海上钻井的水平长度记录 通过技术革新和模式创新 利用8公里外的无人平台 实施超深大位移井 突破了海洋边际油田 难以开发的壁垒 成功推动N平214油田 经济高效开发 像这样的深井 在业内叫做大卫移井 是一种特殊的钻井技术 简单来说 就是钻井过程中 不仅有垂直向下的过程 还有水平方向的钻井 从而实现距离钻井平台 几公里外油气田的精准开发 这不仅是钻井技术中的 一项极限挑战 也是全球公认技术难题之一 钻具几乎以躺平的姿态 依靠外部驱动 在海底水平穿行8000多米 技术难度和作业风险极高 在施工过程中 通过智能随钻导向 井下参数实施采集 旋转漂浮下套管等先进技术 让钻头精准穿越三个地下断层 带动669根 总重564吨的高强度钢支套管 顺利下入 建立起稳固的采油通道 作业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作业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